大手牵小手 亲子时间 没见到听众朋友 大家早 早 欢迎 欢迎新会 一个月很快就过了 不过这个月 我们有特别 很不一样的这个月 因为这个月 我们有特别的活动 对 我想 我们三个月 就忙过年 对 然后呢 现在要开始办政经事 这样子 政经事 会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是和 林新会林教授 我们要先安排 3月30号 这一天 我们会为朋友们 带来的是 关于在升学 在升大学 要做的准备工作 我们在去年的 11月 办过一次 那么有很多的 听众朋友参加 那么今年 我们会再办一次 就在3月30号 主题呢 仍然是在 从高中 你升入高中以后 你要 怎么准备你的功课 怎么样的选择 这个方向 那你要如何 事先预作准备 不要等到临时 抱佛脚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一下子 也准备不来 孩子们也没有办法 也没那个时间 有些东西是需要 时间来证明 来累积的 所以 临时是没有办法 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就在 3月30号 会安排 这一个讲座 林教授 还有 这个是 何嘉祥 两位 会为大家 做这一方面的分析 一位是特别针对 在大学的 财务方面 那么 林教授会 特别针对的是 在 学业方面的准备 申请 学校方面的准备 那么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想 除了家长 除了学生以外 因为有 我记得在上次 我们也有听众说 他要参加的话 还必须就是 因为 我们安排的是 星期六 所以星期六 有的朋友 从比较远的城市过来 一家来了 所以不可能就 只 夫妻 或者带的儿子来 因为可能还有长辈 或者有小朋友 小孩子 所以就是 全家参与了 OK 其实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要 如果开始报名 我们也需要 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配合 因为我们找场地 我们要看多少人 我们可以提供 多大的场地 所以 因为我常常在 广播里面 跟听众朋友 我分享的是 帮活动很辛苦 当然听众朋友来 我们很开心 可是之前 有很多准备的工作 大家看不到 每件的辛苦 所以 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 我每次去参加 活动我也是 我能做的 就是我会报名 让人家知道说 我需要到时候 多少人 要准备多少东西 这个是很基本的 一个礼貌 那再来呢 我要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要办 这个活动 因为你知道 有钱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资源 有钱人是在孩子 要升高中的时候 他们会去找一个 特别的 类似像家教 或者是类似像 顾问的人 就开始跟 帮他的孩子 拨化他四年 高中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做 到时候 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提交出来的 一些资料 会帮他 可以跟别人竞争 这个年代 虽然说 念书很重要 但是成绩好 不是唯一的法宝 现在很好的大学呢 他不只看你的 SAT ACT的成绩 他还要控其他的东西 那我最近看到 好像有蛮多 很好的私立学校 开始又要要求 要SAT ACT的成绩了 因为在那个 在我们前几年 COVID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 就是把这个成绩 给取消掉 是 包括现在又恢复了吗 对 对 现在又恢复了 因为我当初 说实在我在大学教书 我对于他们取消 这个方式呢 我是很有顾虑的 因为每个学校 给的成绩不一样 你如果没有一个 标准化的东西 去衡量的话 有的学校成绩 又给的比较严苛 有的学校 他的传统 就给的比较松 我们讲的时候 就是分数 就比较好拿这样 所以单单 只靠学校成绩来比 我觉得其实是 不太公平的 就像为什么在国内 或者是在台湾 我们都要考一个联考 以前我们的高中 要考一个联考 为什么 就是大家进去考 那个是一起评量的 当然有人说 那不公平 我这人对考试 有恐惧症 我考试每次都失场 可是呢 他也不是只完全看 考试的成绩 他也还看你 在校的表现 那话讲回来呢 有钱人是这样子 给孩子找资源的 那听说不便宜 这个是我个人听到的 这个消息 我有一个朋友 那因为他刚出 刚从国内来 他也搞不清楚 说美国是个 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他只是想说 找一个这样的 一个类似像顾问 然后了解一下状况 那时候那个顾问 给他的那个 的开价是 一个小时一百块 顾问 就是 一个小时一百块 他就给你用那个 用时间计时 我觉得律师有那么贵吗 我不知道 看多有名的律师 可是那个 大伟教吧 我们给个优惠家吧 先回 就收一百块 一个小时一百块 那后来他 因为你知道 大家来资源都有限 他也不可能 一直用它 只是说他需要 他等那些 那些资料消息 所以就这样子付了 一些钱 那后来有一天 我就认识了 这个朋友 大家在聊 他就说 那林老师 你在大学教书 那你出来当顾问好了 那你不要收到一百块 你不要收个八十块 其实大家也觉得 也还蛮好的 所以我是 你知道我们做广播 其实每件我们都是 我不能说我们是大善人 但是我们就是真的服务听众 那我们也做了二十多年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去拿到一些消息 但是不要好像 又很劳民伤财 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 现在要开始报税 有了还要补税 想说补税人在哪里来 这样子好 所以我后来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教书 所以我对于我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 多少带一点优势 比如说我在安排孩子的这些活动 或者是甚至于到他高中的 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都会在旁边协助他 那我孩子也一路走来了 现在老大在当医生 老二是个听力诊断师 我就觉得也都还不错 那我没有去花那个钱去请顾问 我也没有钱 也没有 可是因为我自己做 做的我觉得 我不能说误打误撞 就是我做的也还可以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 这些资料不见得其他人知道 因为我毕竟在这一方面 是有花时间去学习的 那下来是因为 大概一年多前 我因为是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就学到了说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也很有趣 他大学学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每件我们两个是在台湾长大 当我是念私立大学 我念福人大学 我们私立学校的学费 相对是比公立学校高一些 但是高的程度没有高到吓死人 所以我们一般地带移民 我们对于美国的学费 可能我们只是听说很昂贵 到底多昂贵呢 就等到我们小孩去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真的是会死人了 很昂贵 非常昂贵 很贵的 因为我当初孩子要去念书的时候 我就说算了 念公立学校就算了 私立学校谁念得起 所以我今天早上查了一下 UT的Austin 我们很希望如果在周内去UTS念书 或是去SSMM念书 所以我看UT的一个学期 大概是六到七千块的学费 单单学费而已 除非你要说孩子念UT的时候 你要搬到Austin去住 让他住家里 所以你只缴学费 可是现在Austin的房子 其实也很贵 因为现在很多有名的大公司 Apple、Amazon 我现在都搬到Austin去 所以Austin现在的房子非常的贵 所以你听说 现在Austin的街上有一些帐篷 以前是在San Francisco 就很多人住不起房子 就搭帐篷 那个风气已经搬到Austin来了 听说Austin现在街道上 也会有一些人住帐篷 所以不切实际 就是说为了小孩念Austin 我们搬去那边一方面是工作 另一方面是他的房子也不便宜了 所以呢除了一个学期六七千块的注册费 你还要加上住宿费 所以那一个一年念下来其实很可怕 那如果你有两个以上三个以上 像我两个小孩差三岁 所以我老大念大四的时候 老二念大一 所以就同时要这样一笔开销 我记得 我隐约记得 我两个孩子念完大学的时候 大概我至少花了16万块美金 听众朋友 如果你不太知道说学费 你想我那个时候已经大概很多年前 快十年前的学费 然后大概每七八年要涨一遍 所以如果你现在小孩说 我现在小孩才一岁 一岁涨得更多 因为你想要翻几倍 可能要翻到两倍或三倍 那如果说现在是假设是 我看Rice我那时候算 钱一阵子算 Rice一年大概是八万块 八万块那你要是四年 六到八万 我们算六万就好 六万 六万算四年要二十四万的美金 二十四万是税后 还不是税前 是付税以后的钱 所以我觉得 给孩子念书 我们都说炸锅卖铁 我们也甘之如意 可是其实美国的国家 很有趣是 他觉得我们的钱 父母亲的钱 最应该放在哪里 最应该放在退休金里 那你说那我孩子怎么办 孩子国家其实是有 帮你筹划好 要给他付学费的 往后呢 这个呢 他也要看你的资产 你的那些 他们有一个算法 所以如果今年是高中 最后一年的家长 你的孩子在毕业之前 我们德州是很强制的 你一定要从一个凤架发展 这个凤 这个表格要填完才能毕业 为什么 他就是希望强制你 把这个东西填好 为你的孩子要去念大学的时候 如果你的家庭 需要帮助 他就会给你一笔钱 那需要帮助到多少的程度 这个就是有秘诀的 我不能用 我不能来 我们不时间通 我们会专家老奖 对因为有很多的比较敏感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 因为他讲不清楚误导的听众朋友 这样也对听众朋友不是很好 对去年我们办了这个活动以后 其实有很多家长真的非常的关心 然后呢 事后呢 何老师也会针对每一个家庭 帮他们做了一些帮助 有的真的是快晚了 有的真的是太晚了 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想攒钱 然后存错地方真的是一个很致命的伤害 因为我当初呢 我是2000年来休斯顿工作 那我去银行呢 银行的那个人就 就很和善的跟我说 你应该帮你孩子开一些账户 帮你孩子建立一个信用的历史 所以将来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我也就乖乖就听了就做了 后来过了十几年以后 我回头过来看 我没有完全做对 然后这件事情 后来也深深的伤害了我 孩子可以拿到这个助学金的机会 那因为不懂嘛 不懂就只好付出一个惨痛的代价 那听众朋友 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是针对高中生 那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听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初中 我觉得也无妨 因为早一点准备 大学这个学费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你早一点准备 将来你的痛苦指数会降低 那像我不懂 对 像我不懂 我的痛苦指数到现在还在为止 所以刚才林教授和大家特别强调 在30号是关于在 我们说财务方面的准备 而很多的父母 除了财务方面 很可能父母会认为 也觉得说自己在财务方面 也有一些基础 不是那么过为担忧 那么当然有帮助能够更好 但是更为担忧的 更专注的 我们传统成绩 怎么样子帮助孩子在这里 他们在初中高中 能够顺利的进入他们喜欢的大学 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 不是父母喜欢的大学 而是你的孩子 他们喜欢的 他们需要的大学 因为父母喜欢的不一定 这些科系不一定是你的孩子喜欢 但是不管怎么讲 能够顺利进入大学 这是一个要努力的 那么虽然不像在台湾的这种高中联考 大学大专联考 在中国大陆也有考试这一些 在这边 虽然没有这种集体的升学考试 但是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做好准备 这一个包括你的学业 包括你的选科 包括你的生活的布局 你的计划 都会影响到在他们申请大学 不是朋友们 不是你的荷包有多厚来申请大学 而是他们的准备有多好 他们来申请大学 那这一方面 林教授也会在30号的活动当中 那么会一步一步 一学期一学期的 那么做分析告诉大家 那我们就是提醒朋友们 3月30号的这个活动呢 是在下午的一点半开始 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比照往例 我们不需要你的姓名 但是我们希望知道有多少人参与 请电话联系德州中文台登记一下 你带着你的孩子两个人 你就两个人 你们一家五个人 五口都参加 那么就是五个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和林教授 还有这个何老师 我们也能够知道有多少人 整个的场地的安排 朋友们你们来之前 我们还得要去搬椅子呢 要去拉椅子 排椅子 我总要知道排多少椅子 是 大家排椅子 就可以排一个时间这样子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713-839-1880 713-839-1880 如果在3月30号 星期六下午的 一点半的活动 你们 你和你的孩子 或者你们父母们 或者是你们全家 可以参与 请你现在就可以电话登记 好吗 登记一下人数 713-839-1880 那我们这个活动 还会继续在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 我们就是要提醒朋友们 3月30号 星期六 在下午一点半 我们带给大家 这一个大学升学的 这个讲座 这个分析 免费 你不用 我们不用知道你的大名 我们只需要知道多少人 所以你登记的时候 只要告诉我们 你有多少人就好 会参加就行了 再次提醒您 713-839-1880 好 我们本来今天 林教授说要跟大家 讨论勇气 我想这个勇气 我们两个就很有勇气 还不知道多少人会参加 我们就很有勇气 对 因为你知道 有的时候 我当活动人 真的很热情 很开心 可是呢 当别人问说 你觉得这次会有多少人 我说不知道 真的很难 因为 我们很有勇气 真的 我们很有勇气 但是呢 我还要再跟听众朋友 要很简短的分享一下 当你的孩子 大概到初中以后 你可以开始慢慢去 挖掘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想做什么 因为很多孩子 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甚至于到了高中毕业 说要填科系 也根本一塌 根本搞不清楚 然后呢 我遇到很多学生 是进了大学以后 念了第一学期 就转系 那如果转相近科系的话 没问题 那学分大概都会承认 可是如果他今天 转的那个科系 是跨学院的 有的学分就不承认了 就浪费了 这不是浪费 其实学习永远没有浪费 但是在那个学费上面 如果是父母亲的钱 就真的是浪费 甚至于很多小孩子 后来转的系 都也没跟父母亲讲 一直到小孩 去看父母亲 去参加小孩毕业典礼的时候 发现小孩念的系 跟他原先的不一样 爸爸妈妈都还很压抑 所以我们那一天呢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 小小的方式 让小孩子去探索说 他的个性 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也是还蛮有趣的 我自己的孩子 我当初也是有 稍微帮他们做了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评量 那后来我的小孩 都有转系的 有增加其他 互修主修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人生探索经验 是 OK好 我们是希望就是呢 也希望强调的就是 当然大家都希望 在这个竞争的时代 我们的孩子有足够的底 有足够的力气 可以在未来的人生 里边在这个竞争的 越来越厉害的竞争的 这个社会当中 可以安然顺利 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 都希望的 那么在大学方面 这是大学高等教育来讲 以传统的我们华人的观念 这是一个门槛 这是为未来的生活的一个保障 基本门槛 所以父母们对于学业方面 学习方面都是很重视的 那么3月30号的这一个活动 我们将会分为两个不同的主题 一个是针对父母 对于在学费方面 生活费方面的事先的准备 对了 我要问一下 我想再结束一下 我们有听众 电话来询问的是说 孩子想要自己 就是他们想要让孩子 自己来负担学费 OK 因为很多的 传统的美国人 他们是 等于到了18岁 你进入大学后 就变成 他自己在打工 自己在负担他的学费 这些那也希望看一下 有没有可能 我们时间上面 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孩子们 如果他们也来参加 我们的セミナー 可以给他们 帮他们指点 安排 跟他们说明一下 他们应该怎么做 他们也许现在还是高中生 但是呢 他们甚至于他们 希望在大学时候 他们要靠自己 而不要靠父母 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 我想如果 对不起 如果时间上面 我们在 セミナー的时间方面 如果可以安排 可以调得过来 我们会增加 会请何老师 增加这一项 如果不行 那我们在 以后 我们再另外 专门来讨论 但是这是听众提出来的问题 好 我来跟何老师拜托 然后 看一下时间上面 是否可以安排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和林锡惠 林教授的大手 牵小手 朋友们 很多的大手 一块要牵起来 一块 我们在3月30号的活动 再次提醒大家 请登记一下 事先跟我们联系一下 我们好统计人数 713-839-1880 好 那么今天我们 这个勇气 我觉得我们两个 最有勇气 我们就在 要跟听众朋友 3月30号 我们现场见面 OK OK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OK 好 谢谢新慧 OK 不客气 我们年底 不年底 月底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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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